在舒适自在的环境 用电脑悠闲创作 大又明亮的眼睛 无黑亮丽的长发 她是夏雪 来自香港的美女作家 因为被花莲的美丽风景吸引 爱上台湾这片土地 两个月前移居到花莲 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环境 可以有自己的厨房 还有多一个房间 可以招待朋友 很划得来啊 真的太爱台湾了 放下香港又小又挤的都市生活 夏雪一个人移居台湾 用一万两千多台币 在花莲租下66坪的单栋房子 事实上她还是个台湾名 过去曾一年来台旅游十几次 在香港那个你晒衣服 很多家庭不是晒在窗外面 有时候可能衣服会掉下去 所以我觉得有个阳台 可以晒衣服很好 到超市选购食材 回家自己下厨 夏雪对目前的生活超享受 想要怎样去过 就怎样去过就好 也不一定说每天要写一个星辰表 享受自由的夏雪 用双脚游览花莲各地 拿着相机记录自己 在台湾的点地和人情味 她还表示之前脚受伤时 隔壁邻居不但常关心 还会帮忙买东西 让她觉得真的很感动 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在走路 或者是她是一个家庭来的 我会想象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香港人 选择离开都市移居生活 移居台湾 下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选择台湾落脚的香港人 这样的现象正微幅上升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台湾之美 记者吴彩君李议员花莲报道